以宋时期每到法榜公布新科状元之 不但新科取子纷纷前来探访 各地附身也全甲出动 争相挑选登帝世子 并将其抢回家中 须以重金招为女婿 坊间将这种择序的方法叫做 绑下择序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催生了这种匪夷所思的择偶方式 这种近似金钱交易的婚姻背后 又到底隐藏了女方 怎样不为人知的动机呢 婚姻往事 特邀上海开放大学一小婷 为您讲述绑下择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我听说现在流行一个词 叫做凤凰男 指的是发任于农村 家境贫寒 通过发奔的苦奴 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 在城市里学习就业 依靠自己的能力 在城市里站稳脚跟的男孩 不过仅仅在城市里站稳脚跟 就叫凤凰 这也太夸张了 咱们今天介绍一下宋朝的凤凰男 那才是五百人中第一线 等闲平步上青天 什么叫五百人中第一线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近视的考试 每三年考一回 每次全国取重的近视不到五百名 假如你在这个五百名里面 考取第一名状元 那么不管你此前是什么出身 什么农村的呀 边疆的呀 没关系 你都可以平步青云了 那么怎么样才能在宋朝 做个凤凰男呢 要决就是参加科举考试 所谓一举首登龙虎榜 十年升到凤凰池 什么叫龙虎榜啊 就是公布近视极地名单的榜文 那什么叫凤凰池呢 指的就是丞相办公的地方 也就是说近视极地 那就很有可能在十年之间 从一介平民到宰相之位 我们想想这是什么样的升迁速度 这种速度与荣华富贵 称之为凤凰男才不过分吧 那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位凤凰男呢 就出现在北宋黄幼元年 也就是公元1049年的农历三月十三日 这一天呢春花浪漫 都城放榜公布新科状元 不但新科举子们人人前来啊 更有很多的达官贵人夫人小姐前来看忙 今年中举的状元名叫冯金 那是难得的连仲山园 也就是说乡士 会士 电士都考第一名 夸张一点说啊 说他百年不能遇遇也不过分 因为在宋朝的这个两百年间 连仲三元的只有孙和 王成 杨沈贤和冯金四个人 更难得的是这位状元年纪轻轻啊 只有二十八岁的年纪 要知道通床状元平均年龄啊 是在四十岁 更难得的是 这位二十八岁的状元郎长得又非常漂亮 那这么一个年轻漂亮 前途无量的状元 那该是多少女孩子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呢 宋朝这时候啊 女孩子呢 倒也不方便直接出了墙 可是女孩子的父亲们那都是抢女婿的好手啊 抢女婿的最佳场所 当然就是京城公布禁制名单的榜单之下 来抢女婿的不法达官贵人 这重举的人啊 十有八九都在这一天里面被别人抢去做女婿权 这宋代的史籍里面啊 这类的这个事情啊 那记载的是比利解释 说这个宋尊中的时候 范令孙登甲科 宋尊王大立刻把小女儿嫁给他 宋神宗的时候 蔡便登科 宋尊王安石 马上把女儿嫁给他 宋泽宗的时候 叶孟德登科 马上就成了怀东提行周总的女婿 宋高宗的时候 郭芝韵登科 也被宋尊秦桧 选为孙女婿 这番司宗宗 那真是不胜美举 这种强女婿的方式 是宋朝特有的婚姻方式 就叫做绑下鸾婿 大家可能纳闷啊 说你这个不是应该叫绑下折婿吗 你在绑下挑一个女婿 应该是选择的择呀 你怎么叫绑下鸾婿呢 这鸾什么意思呀 鸾啊 就是指一小块猪行肉的意思 他这个有个典故啊 这典故呢 出在东晋 说这个东晋初期 因为经济很落后 物质很贫乏 哪怕你是达官贵人 你也很难吃到肉 所以这个猪肉啊 那都是真品 就每得到一头猪啊 那厨师们先要干一个什么事呢 就把那个猪 搏颈上的那块肉啊 先搁下来 送给靖元帝 他的意思是 这是最好的美味了 只有靖元帝才配品尝 群臣百官都不敢私自享用 所以当时的人就把那个 那一块猪颈肉 就叫做浸鸾 就只有皇帝才能吃的肉 那后世呢 便以此来比喻 他人不能染指的东西 你比方说这个 东晋孝五弟啊 替自己的女儿 向谢坤求婚啊 孝五弟死后 袁山松也想让谢坤 做自己女婿 这时候就有人劝他了 说请莫靖靖怀 他说谢坤啊 那可是人家皇帝看上的人啊 你别靠近近乱 你别去打人家近乱的主意 因为我们这么听起来 绑下软絮 那感觉就像是在筋绑之下 直接抢到女婿 直接就吞到肚子里去的感觉 那当时情形还真是这样 那女孩子们的这个父亲们 抢女婿的镜头啊 那真的是恨不得 一口把女婿吞到肚子里去 才安心呢 冯金在历史上的这次亮相 立刻就引发了女孩子们 父亲们的争夺 那是张瑶佐 张瑶佐是何等人物呢 他是当今皇上 宋仁宗最宠爱的 温城皇后的伯父 张瑶佐也是近世出身 曾经任职兵部郎州 全职开封府 有家龙图阁职学士 签给世中端明殿学士 拜三思史 因为他是外戚啊 是这个皇后的伯父嘛 所以这个势力颇胜 当时张瑶佐就动用警卫 动用自己贴身警卫 把这个冯金簇拥着 就送到自己府上了 先是给冯金系上金腰带 接着呢就表达了 要把女儿嫁给他的想法 还一再声明啊 说我这想法不是我的想法 我这想法是得到 当今皇帝同意的 果然不一会儿 就有宫中的太监 送来了丰盛的酒窑 又另外有人 抬上了好几个大箱子 说是架上都已经准备好了 随便挑一个箱子打开 就是黄金五百两 打算请冯金做女婿的 还不止这一位呢 据说势中张琪也对冯金 采取过类似的举动 也是派立足将冯金拥至其家 最无用的就过来 随后也是太监从宫中带来酒窑 出示丰厚嫁妆 我们看这皇帝啊 也不是真的要为冯金赐婚 是吧 分别两次派俩太监到不同人家 看来不过是敷衍自己家亲戚罢了 要真的是皇帝赐婚呢 可能冯金到底是谁的女婿 还真难说 寒门学子一招中举 变成了达官贵人眼中的香婆婆 宋朝人的择偶标准 究竟发生了怎样悄然的改变 连中三元的冯金 自然是炙手可热的家训 先后被两位皇亲抢回家里 需以重金预招为女婿 那么面对财富与美女 冯金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 本期婚姻往事 上海开放大学一小银 将继续为您讲述 绑下则序 时面对皇亲与美女啊 又面对这个女家殷勤的示好 和显赫的地位 冯金的态度怎么样呢 冯金淡淡一笑 把这个嫁妆箱子盖上 自己骑着马回来了 冯金何以如此清高呢 是因为冯金的家族很显赫吗 不是 冯金还确确实实是一个 毫无背景的读书人而已 所以宋仁宗说冯金出身于韩郡 需要特别提携才好 据说冯金得中状元 还是因为他的这个韩郡的出身 否则状元就应该是省购的了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呢 是宋史省购传记载的 因为省购啊 此前已经靠父亲的印子这种方式 得到了一个关职 所以大臣们不希望已经有关职的人 来和没有关职的人抢机会 所以就把省购排到第二了 那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李清传的 建言以来纪年要录 卷99 载这么一条 说黄又元年 沈文通考中第一 仁宗曰 朕不予以贵咒先天下韩郡 遂以冯金为第一 文通第二 也就是说 因为省购出身贵咒 冯金呢 出身韩郡 所以仁宗不愿意把贵咒排在韩郡的前面 当然了 我们对韩郡的理解啊 要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为理解根据 宋仁宗说冯金韩郡 不是说这个冯家就是赤贫呢 只是说冯金出身的 这个阶层的社会地位不高 换言之啊 冯金的身世不过是曾经富裕过的一个个体户 那对于官场来说 这是一个不值得一提的身世 我们再来反观女方的家庭 张瑶佐是仁宗最宠爱的温承皇后的伯父 那本身呢又是近世出身 又官至兵部郎中 我们说至手可热是说得上的 达官显贵 主动为女儿求婚 还赔上高昂的嫁妆 只为了嫁给一个毫无背景的读书人 这种事情啊 在宋朝之前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要知道门当户队 曾经是中国古代婚姻的必要条件 但是宋朝之后呢 门当户队就只是观念上的 不是法律上的要求了 在宋朝门帝婚姻 应该说是彻底绝迹了 所以宋朝人自豪的宣称 有宋一代是婚姻不问法语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进步 因为这显示出了社会地位的流动 门当户队曾经是我国古代婚姻的必要 那么附身们陪上高昂的嫁妆 主动为女儿向出身韩文的读书人求婚 虽美其名曰郎才女貌不问出处 然而在这华丽眼女外衣下 到底隐藏着这些人哪些不为人知的动机呢 这个绑下轮序的现象的频频发生 我们说除了郎才女貌取代了门当户队 这种制度的变化之外 与宋朝时候文官的地位提高是密切相关的 岳父们作的不仅仅是女婿啊 还有这个家族的前途 来现在知识分子大量的通过科学考试登上显位 是北宋官僚政治形势形成的一个最主要的标志 一个读书人高中之后 他绝对不是只混一个无足轻重的一官半职就了事了啊 那是唐朝人的做法 唐朝人科举就这样 你高中了之后也只不过给你一个县令 而宋朝以来啊 你要是近视极地的人 那你就有可能十年不到 就从贫民做到了宰相 北宋建立之初啊 便有这样的舆论 说为宰相者应尽犹科定 宋太祖呢也明确说 说做相需用读书人 宋仁宗一朝 也就是冯金所在的这个年代 宰相一共有23名 其中22名是科举出身的 也可以说有了科举制度才有绑下联续 才最终打破了门第婚姻的制度 门第婚姻背后呢 是门法政治 这是一种僵化的社会结构 是出身决定了一切的观念和制度 门第婚姻的最终破产 正是门法政治的破产 绑下哲序的背后啊 是官僚政治 是允许贫民通过科举 进入官僚阶层的有限的社会流动 正是因为取事不问家事 这个人要不要做官 我不看他的这个履历表 不看他的家庭出身 才有了婚姻上的不问法院 所以宋真宗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说富家不用买良田 书中自有千中树 安居不用驾高堂 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横无人随 书中车马多如足 娶妻莫横无良眉 书中游女言如玉 男儿玉碎平生智 六金情相窗前度 在这种利益诱惑驱使之下 文人无不将读书 科举 做官 当作高于一切的出事 宋朝人将九汉冯甘林 他乡于故知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列为人生四大喜事 而榜下泽叙 则把洞房花竹叶 与金榜提名时 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在获得功名的同时 又抱得美人归 这似乎为宋朝的读书人 描绘了美好的愿景 然而 非要金榜提名的时候 才洞房花竹叶 无论对男方还是女方 其实都是有风险的 那么这个风险到底是什么呢 本期婚姻往事 上海开放大学 易小平将继续为您讲述 绑下泽叙 现在我们看 女方既然是要绑下鸾叙 那男方既然是金榜提名时 才洞房花竹叶了 这是一个情理之中的事 可是你非要金榜提名的时候 才洞房花竹叶 那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婚嫁失时 宋代出现了 结婚年龄增大的一个趋势 特别是男性读书人 尤其明显 不少的家族 甚至立下了这样的家规 说未帝绝不许娶 你没考中是吧 不许结婚 许多读书人呢 也能自觉的遵守 近世的录取比例啊 是每三年 在十万人里面 娶五百名 所以四十岁中决呢 真是太平常的一件事情了 如果说像冯金那样 二十八岁做状元 旋即娶妻 那自然是值得提倡的晚婚典范 可是如果像南宋 陈修那样 七十三岁才登科 而且尚未娶妻 那就难怪陈修要欺然出涕了 说宋高中为陈修止婚之后啊 还有人开玩笑 做了一首打游诗 这打游诗的最后两句是这么写的 说仙人若问狼年级 五十年前二十三 那对于女方来说呢 绑下鸾絮还有一些风险和让人不快的地方 第一个风险呢 是抢不到手 你像冯金这样的热门 黄青贵气 张瑶佐和张琪都抢到不到 第二个风险呢 是抢着了之后吧 你还要和这个新科近世 讲价钱 晨曦年间啊 这个太学生黄左之登帝 得嫁妆五百万 那真是顿时脱贫致富 所以宋朝的中产之家 一旦生了女孩啊 为了日后不愁嫁妆 就往往早早的就开始储备 第三个让人不爽的是什么呢 这个读书人一旦登帝啊 这一旦这个重举啊 他就开始挑挑战战战的 这让岳父岳母也大费周章啊 比方宋真宗时候的这个刘烨 没登科的时候啊 已经娶了赵晃的这个长女为妻了 不幸呢 这个赵女早亡 那刘烨登科之后呢 赵晃就想再嫁一个女儿给她 能这么好的女婿 别让她到别人家呀 那刘烨居然说 如果你把七小姐嫁给她 那她是不要的 她想要的是九小姐 那赵晃的夫人就很不高兴啊 我们俗话都说啊 说这个饼啊 吃饼啊你要从上面往下吃 对吧 一层一层接 刘烨你刚刚急定 你就开始随便挑我们家女孩 如果我们家亲女儿还没嫁出去呢 你就要娶我们家九女儿 这不合规矩 对吧 那可是赵晃夫人 这个无可奈何啊 这个还是如刘烨所愿 把这个九小姐嫁给她 绑下则婿 女方家族其实选择的并不仅仅是女婿 更是男方充满前提的侍妇 选个当官的女婿 让自己的女儿当上官太太 俨然已在当时的有钱人当中 形成了一种风气 可是僧多周少 女方在赔上丰厚的嫁妆的同时 还要面对重举学子的挑挑减减 这着实让女方有些难为情 于是绑下则婿的升级版 应运而生 那既然绑下卵婿 有这么多风险和不爽 那有钱有势的人呢 就开始绑前则婿 比如说这个李虚吉啊 在燕淑十三岁的时候 就把女儿嫁给他了 燕淑也特别正气啊 燕淑十四岁就中举了 这个就是一个绑前哲序的例子 这种方式 一不费钱 二不费力 先得为快 还能得到一个知人好名声 所以宋朝人对这种方式 是尊为推崇的了 说哲序 但娶寒逝 夺其后必贵 放名为知人 若捐高资 绑下狼状元 河南之友啊 就是说你选女婿啊 你本事好的呀 你都要选那些没名的那些读书人 你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穷小的 他日必然富贵 那你才叫做知人呢 对吧 你要是就凭自己钱多 到了放榜那天 直接去抢状元 那又算什么难事呢 这么看来啊 我们可以这么比方啊 说这个绑下鸾序呢 就好像是买实力股 这个绑前哲序呢 那就像是买潜力股了 可是这个绑前哲序啊 也有风险 你这个 首先呢 你说这个潜力股啊 万一它不是蓝筹股 它是一只垃圾股 哎呦 那你赔进去的 可就不只是钱财了 还有自己心爱女儿的一生啊 所以绑前哲序啊 总是不如绑下鸾序 那么普遍 于是呢 又有一种做法 啊 这种做法呢 是绑前约定 绑后成婚 这样呢 既不费事跟别人抢女婿 对吧 因为这个绑前 我们已经约定好了嘛 那也不至于失手 把这个爱女嫁给穷小子 哎 我总要你中了绑之后 我才把女儿嫁给你 我们说其实冯金啊 冯金最终娶的那个原配夫人 王夫人 就是属于这种绑前约定 绑后成婚的 冯金的原配夫人王文书 是上书兵部原外郎 三思盐铁判官 王思的长女 在冯金的这个木质林里面 文献中是记载了 这个张瑶佐逼婚一事 这个后文是怎么样的 而冯金啊 当时就明确表示 说母亲曾经与王家议婚 就从张瑶佐那里脱身了 脱身之后呢 冯金便正式的向王家纳财 也就是提亲了 可是这种做法 也有不主意的地方 一个呢 是少女的青春短呢 不能久等啊 王文书嫁给冯金 一定是让当时所有的女孩子 那都羡慕嫉妒恨 因为她不但嫁给了壮元郎 还是年轻的时候 就嫁给了壮元郎 但是当时很多情况中啊 却是女孩子久等不到书生重举 结果被娘家人逼着嫁给了别人了 另外一个呀 就怕是这个书生啊 一旦富贵 便背弃前盟了 毕竟婚约嘛 只是婚约 还没有成婚呢 所以这个冯金这样的人啊 不肯背叛旧约 那也是很为当时人所称赞的 嫁女儿不问出身 只看这个女婿本身人物 是否值得托付终身 这个相对于僵硬的门第婚姻 固然是个进步 可是我们也不能高估了这个进步 因为绑下鸾絮的背后 仍旧是官僚政治 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 在严格的门法政治下 形成了崇尚伐阅的社会心理 嫁女儿给寒门子弟便要受处罚 是婚姻众门第的表现 那么两宋时代 在典型的官僚政治下 形成了崇尚官爵的社会心理 绑下鸾絮便是婚姻众官职的表现 因为谋起高官的途径便是科举 宋孝宗说 朝廷用人别无他路 只有科举 这话可能绝对了一点 但是起码呢 你要不是进士出身的话 肯定做不到什么 职位高 名声好 奉路后 这样的美差跟你是没缘了 如果你不是读书人 不是进士出身 那在官场上是要受到歧视的 我们说这个重视学历 当然比重视出身好 但是如果一个仅仅重视学历的社会 也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 我们熟知的北宋名将狄青 唯一就缺了张文凭 出身近视的韩旗公然藐视狄青 他曾经指着和狄青一样出身航武的士兵 娇用 说在东华门外科举成名的 那才是好男人 像这样的士兵 怎么称得上是好男人啊 我们想什么叫指伤骂怀啊 不过就如此吧 那我们反观冯经啊 那在韩旗以及宋朝人眼中 当然是好男人了 可是除了连众三元之外 千百年之后的我们 还知道冯经是谁吗 这位考场上的娇娇者 在真实的政坛中 不过是一个平庸的高官 宋存宗对冯经的评价 就是两个字 平弱 可是这位执政能力平庸软弱的人 在官场上从来没有跌落下去过 庸官少风险 能臣多坎坷 科举带来的进步 也就是如此局限的吧 咱们今天讲宋朝的凤凰男 在官场上那样蜂蜂 在情长上那么抢手 可是从历史上来看 终究抵不过真正的英雄 树立的丰功伟业 抵不过旷世的爱情 带给我们永恒的感动 好 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她本是街头卖艺的平民女子 湘王却对她一见倾心 将其买回王府 纳为小谢 然而湘王的举动惹怒了父母 这位卖艺的女子 不但没能得到名分 甚至还被赶出了家门 这怎样的隐忍与等待 使得她在十三年后 不仅得到了真正的爱情 还得到了江山河权利 下期将为您讲述 平民女子变形记